音楽 佛光辉 從1991年成立中華佛光辉 1992年到美国洛杉矶 成立国际副光辉 到现在说起来 副光辉已经20年了 我们不是什么政治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文权民间的 我们是照顾人类 我们带来人类的欢喜幸福 给大家的平安快乐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副光辉的组织了 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要到未来 所以让我们发税流长远渊不断了 祝福大家 为使世界不分种族国籍皆能融合一体 以欢喜与融合为主题 希望国际佛光会把欢喜布满人间 将和睦共处的理想遍及世界 为了让大家明白 法界一切众生都是相互依附 共存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提出同体与共生 在现代社会里 以尊重的态度待人处事 以包容的心胸利益他人 于是有了尊重与包容 政治上以强欺弱 经济上贫富不均 以及宗教种族的排挤等 乃是一位彼此不能平等共存所致 因此有了平等与和平 用圆满与自在的心境透彻生命 人间的悲欢离合 生命的苦乐无常 环境的污浊恶化 都让人身心不自在 圆满与自在 应是世人最向往最新鲜的境界 唯有尊重自然 顺从自然 我们的心灵才能解脱 我们的生命才能自由 以自然与生命为题 希望唤醒人类的觉醒 科技文明丰富了物质生活 但也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现代人常常是非观念混淆 所以提出公是公非 发心是建设自己 发展是建设世界 发心与发展 是每个人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甚至对全宇宙人类 应有的使命 有感于一般佛教徒的信仰 大多停留在信佛 拜佛 求佛的阶段 皆是自觉与行佛 以自觉心升华自我 用大愿力行佛所行 一个宗教能被接受 能亘古长存 乃因他将正法红化世间 利益众人 因此 以化世与异人 作为大家红法的目标 为了让佛光人 关怀人群温暖世间 提出菩萨与义工的精神 强调菩萨是众生的义工 义工是人间的菩萨 对人类而言 地球无疑是生存 是责任 对地球而言 人类无疑是伤害 是负荷 面对地球暖化 天灾频繁 再度呼吁环保与新保 人与大自然 乃同体共生 大地众生皆有佛性 岂能不习福 习缘 习悟 习生 祈许所有佛光人 生活淡泊之足 待人慈悲包容 处世提放自如 培养无我精神 共创幸福与安乐的 美丽人间 幸福与安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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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榜 国外公4 苏 位 马不抬 我 国旋会灭 我们老百亚 祈祷不固 我们老百亚 无影仅实买准备 我们老百亚 国旋关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